加2元 政府終於拿到說會去立法會詳細交代 你怎麼看 我們看整個理據 的士司機的收入真的不太吸引 因為你隨著其他交通工具都是缺人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搶人 如果要令司機的收入好一點 加價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同時車主又叫維修費都加緊 現在各樣東西都貴 所以加價是沒有辦法 但是始終我們都希望加價要平衡市民的承擔能力 這次的加幅都算溫和 但是我們都希望車主也要留意 加了之後就不要借稅加很多租 都希望有一部分留給司機 讓他們的收入加回 可以借這個機會改善的質素 但是那個改善服務質素 現在是這樣的 不是的士的服務 的士的服務 其實應該這麼說的士行業 本身都面對一個挺強大的競爭 因為你看看現在外面有的士行業 裡面他們自己都經常有些有意見 Uber Apps 有些Van 他們都有面對這些競爭 如果他們自己不自強 他們不做好一點的服務 可能市民又不會選擇他們 因為始終那個選擇權都是市民的 如果他們願意做好一點 司機又可能服務周到一點 又沒有那麼多蓋旗 又沒有那麼多怪的東西出現 比如說 又攬收車資 這些東西完全 每一單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的士行業 都是插了一刀 服務質素的改善 其實又怎樣能夠接受得好呢 是不是 我呢 我呢 有兩方面做的 一方面呢 就是政府要加強放射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人攬收車資 那類東西 不禮貌 這些 不禮貌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的士行業 他們裡面自己自強 他們要做多些功夫 包括訓練他們的司機 我也都見到 開始在一些業界 他們是做一些 譬如說 搭完車之後有個評分 按一按給個分數 起碼讓車主或者他的那條線 知道他們自己司機的服務情況 若果我覺得可以再考慮一下 推出一些實惠的東西 原來這輛車的司機 表現一直這麼好 那他車租會不會 又選擇一些 鼓勵性的 另外就是 他們在訓練那方面 車廂的改裝上面 我都見到開始有些人這樣做 我希望整體上 引入多些不同的車種 將那個優質服務 帶回市民 但是那個優質的士方面 聽到業界都反對的聲音 就是完全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們一直都希望做好 但是呢 希望政府去幫他們 政府就沒有私以援手 我覺得政府可以在當中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不是一下子 就跳到優質的士 好了 你說希望做到優質的服務 你甚至乎你和業界去商量 有些車種叫業界 因為他們經營開的士 他們真的知道 整個位置在哪裏 應該怎樣做好些 你要明白整個運輸行業 人手又短缺 你再推出一種車種出來 那些人又走出去 那這些車就做不到 然後現在的從業員怎樣呢 你會有一個標籤性 駕駛的士那些是不好的 優質的士就是優質的 如果優質的士被人投訴 再推出優質的士 你說是否所有司機都很差呢 又不是的 就是行業裏面 是有個別 或者是有少數的人 其實已經可以影響到成盤 那我也知道 有些投訴 投訴來投訴去 都是那些司機的 政府是肯出手 去做一些改善 是完全可以改善到整個行業的形象 希望這次的加價 是可以吸引多些新的人入行 是因為收入好了 多些人入行 選擇多了 大家會有一個競爭 現在就是 那些車輛在那裡 等司機來駕駛 不夠人手 這個就是服務 是很難改善的一個主因 如果那單官司 就是電照那單官司 是可以完結它 整個的士行業 將來的發展 是一個比較明朗的政策 嚴打一些害群之馬 我相信整個行業會好回來 這是一個整個行業的形象問題 是一個競爭的 是一個競爭的 所以,它有一個人的